江城还一说话 手机上却突然显示出另一个通话请求 他看了联系人名字一眼 急急忙忙冲魏无羡道 我不跟你说了 先挂了呀 魏无羡赶忙问道 先别挂呀 怎么了 江城沉默片刻 在挂断电话之前道 蓝忘记公司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完 魏无羡的听筒中便只剩下盲音 而魏无羡本人却呆呆看着黑下去的屏幕 半晌过后 十分不雅地喷了一句 我操 要说魏无羡与蓝忘记之间的爱恨情仇 其实说麻烦也麻烦 说简单也简单 总结起来就是 郑主不认识 粉丝互看不顺眼 于是乎便被传成了王不见王关系糟糕 说两人的关系 就不得不将话题绕到蓝忘记身上了 蓝忘记此人 童星出道 从小就出现在大荧幕上 演过的电影 基本没有 没拿过奖项的 是圈内 为数不多的那个在同龄人中能和魏无羡一较高下的双料影帝 只不过蓝忘记出道这么多年 直演电影 而魏无羡也直演电影 两人却从未出演过同一部戏 媒体爱捕风捉影 经常能在首页上刷到议论二人关系不好的帖子 直到一次颁奖典礼上 魏无羡被人拍到低着头走路 差点撞上蓝忘记 一抬头愣了片刻 随后如同见到洪水猛兽搬欠 也没到就跑了 视频刚一流出便爆了好几个热搜 两方粉丝撕了个昏天黑地 豆瓣巴勒罗互骂几万层 直到今天还陆续有粉丝 在其中你来我王口吐芬芳 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 二人粉丝便看对方眼睛 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 遇到什么事情 互相问候的第一句话 永远是那句经典的国骂 直到今天 魏无羡守华了那个关注 警号魏无羡关注望线CP超话 警号这个热搜热度一路狂飙 飞速登顶 坐拥热搜第一宝座久久不下 粉丝之间也由这儿八经的解释 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对骂 而促成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证 坐在大厅里发呆 粉丝撕逼他早已习惯 炒上热搜也是常态 然而这次撕逼却不同以往 真正让魏无羡之息的是 从前种种对骂 都是粉圈自己内部的战争 让路人看见了顶多说一句 饭圈撕逼恐怖如斯 然而这一次 却是他作为撕逼一方的政主 因为一个手滑把自己亲自送上的热搜 更重要的是 他的确心里有鬼 和蓝忘机不熟是事实 暗地里关注蓝忘机也是事实 说白了就是一场耸逼兮兮的暗恋 现在好了 粉丝吵起来了 路人都知道他磕自己的CP了 蓝忘机公司还给江城打了电话 魏无羡双目无神地看着按下去的手机屏幕 十分委屈地扁了扁嘴 完蛋了 这段暗恋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 魏无羡 惨 经过了手滑的事情后 魏无羡虽然还想着营业的问题 但现在他本人还在风口浪尖上 现在无论发什么 意思都会被曲解 况且不光是他 这件事还关系着蓝忘机 想他魏无羡以一己之力 魏蓝影帝清清白白 不沾黑料的演艺生涯 凭空闹出这么大的绯闻事件 指不定人家此时此刻有多恨他 在装死和发微博 被江城骂之间 魏无羡选择了装死 他此时还躺在沙发上 保持着昨天躺着玩游戏的姿势 一下一下刷着微博 其实 如果只是单纯地说望线这对CP 绝对的空穴来风 拉朗拉到姥姥家 由于他们两家粉丝撕逼撕的空前绝后 以至于不管是路人还是圈内人 一想到 他们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 就是关系不好 也正是因为如此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往科CP这个方向想 望线超话只有寥寥几千个粉丝 一半还是小号 超话榜前100根本没有这对CP的姓名 人少得连上榜都不配 魏无羡选一次知道这个超话 还是因为他嫌得无聊在B站搜自己 视频推荐中 看到一个播放量蛮多的视频 标题就写着望线 好奇心使为无限点进去 看到中间他就有些脸红的退了出来 毕竟小CP产羊的人实在稀有 又是拉狼 郑主之间的互动基本没有 就连从夹缝中抠唐郑主也没给机会 超话中一群如狼似虎的小粉丝 抱着几篇稀有同仁 每天嚎着来个太太入股吧 哪成想还真嚎来了一个剪辑大神 大神ID叫绵绵指思自己 剧传是小号世间已久 不忍心看超话众多姐妹活活饿死 于是大号空降超话 花了几天时间找素材 视频一剪出来 车速直奔二百八 乐坏了一众超话的饿死鬼 视频还是个连续剧 剧微无限透露 应该还是个 雷比游先婚后爱的狗血故事 而这位绵绵指思自己 在视频简介中写道 微博搬运到B站 想要入股的姐妹 欢迎加入咱们超话 详情微博搜索 望线超话 来了都是一家人 于是 为无限大号点进了望线超话 当时没敢点关注 现在喝醉酒的她 帮之前的自己点了 可喜可贺 为无限饿了一晚上 昨天喝酒喝上头 除了手滑点了个关注外 睡着了也没吃晚饭 早上刚经历完被江城训化 和可能被暗恋对象讨厌的双重打击 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 她兴致缺缺地点开外卖软件 美食众多 一时间又觉得有些选择困难 最后点了一整支炸鸡 大杯波瓣奶茶 高热量高糖分 以便宣泄一下自己 现在的悲愤心情 外卖在15分钟后送达 为无限觉得 今天唯一件能够说得上好的事 也就是外卖送得比较快了 她边吃边翻微博 突然想起来 自从她关注了望线超话后 好像还没有去超话里看过 不知道这群小妹妹得炸成什么样了 为无限撕了根鸡腿 一手操作手机 点进了那个她世间了很久 但却昨晚才刚刚关注的超话 一进去差点把自己眼睛看出来 原本这个超话 只可能用门可罗雀来形容 但经过了她昨晚的一个手滑 超话关注人数成倍上升 直线破了5万 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连CP100明都 挤不进去的北极圈了 此超话如今已经牢牢占据了前20 没再往前进 还是因为一群小粉丝诚惶诚恐 生怕在这个风口浪尖的点上 发表了什么不当言论 被搬上营销号 让两方为粉再四一次 从前被顶在最前面的那几篇 镇圈之宝的同人文图 已经在大家的心照不宣下 渐渐沉底 告诫大家 谨言 慎行必卖装死的帖子 被顶在最上 甚至于超话规则也被改成了 乱发表言论者不警告了 直接封号处理 超话中看不到粉丝言论 没什么大不了 毕竟魏无限也时间这么久了 她退出微博 打开了专门为超话姐妹 聊天所下载的手机QQ 轻车熟路点进了一个粉丝群 群名以前叫 只要活得久 望线合体不愁 现在直接了当地改成了 朱军 微博请闭卖 魏无限一阵唏嘘 自言自语道 实在不好意思 由于郑主本人的疏忽 以后可能都不会合体了 只能委屈你们等下辈子了 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魏无限含泪点进粉丝群 聊天内容无非是现关注超话 不就等于望线SED 现到底是手滑还是望级切号了 不管是望级切号 还是看到手滑不都代表望线SED 以及你们说机会不会也过来关注 谁说我们是拉郎 其实我们是隐藏的官配 魏无限咬了口鸡腿 扶去眼角的泪花 什么SED 郑主连微信都没加呢 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S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